各位听众朋友晚安 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现在为您进行的是 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 今天雅秋在西雅图 非常荣幸为您请到的嘉宾呢 是在新西兰的Heidi Heidi请你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好吗 好的 谢谢雅秋姐 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叫Heidi 我现在在新西兰的奥克兰 然后目前我和我的女儿在这边读书 然后我们现在是在一个homestay 就是在体验一下当地人的生活 和这边的风土人情 我们就是来了差不多有九个月的时间 所以对这边也有了一定的了解 总体上讲我们每天都很开心 对这里的生活很满意 好谢谢 谢谢你简单的自我介绍 那么当然了 我们对新西兰都不是非常的熟悉 所以呢我想可能要借这个机会呢 多分享一些图片啊什么的 让大家都看一看新西兰长得什么样子 那么您刚刚也说了 您是在这个叫做奥克兰的城市 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 奥克兰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其实新西兰是一个很小的国家 它就是离哪个国家都很远 就是最近的可能就是澳大利亚澳洲了 然后这个国家人口也不多 差不多也就是五百万的样子 然后我们到奥克兰 奥克兰是它最大的城市 当时到奥克兰也是为了读书 这边有一个大学叫做Messie University 然后这个大学 它里面呢有一个专业叫做 Game Design是我的女儿 她的梦想的一个读书的专业 所以我们当时就选择了来奥克兰这边 然后女儿过来读书 我也不希望我在这边就在家里面等着她 或者是没有事情做 所以我想那么我也来读书好了 然后也是通过Agent的介绍 我也在梅西大学在读GD 他就要graduate diploma 也在读一个专业叫做Business Management 然后我们几乎没有做很多的这个traveling 没有到很多的景点去 因为一直在读书 所以在看如果等以后有时间 有一个长一点的假期 我们想我们会做一些深度的旅行吧 那么当然了 您在奥克兰主要的是读书 没有做很多的旅游啊 什么其他的活动 但是奥克兰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 它在新西兰的什么部位 南岛还是北岛 是一个工业城市 还是一个商业金融中心 是一个怎么样的城市呢 奥克兰是在北岛 然后它应该这边 它只有在Green Street上面 它是商业氛围会比较浓一些 但是它整个它的那个金融啊 什么方面 它可能都不是很 怎么说呢 这边的人 他们的生活节奏很慢 然后也比较休闲 然后星期一到星期五是工作 工作也不会压力很大 或者很紧张的样子 然后到了周末 很多商店是关门的 它不会营业 然后只是很少的有一些超市啊 便利店这些会开门 就是比如说我的车子有问题了 我想修车的话 那么周末很多修车的地方 是不开门的 那个我要等到周一到周五的时候 才可以去修 所以周末只能安部当局 就是走着到各个地方去了 要Uber了 我就不能开车了 如果我车子出问题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在图上看到这个 跟西雅图其实相当接近的 一个感觉的照片 是的 它的这个叫Sky Tower 是它这边的标志性建筑 是跟西雅图的太空争议举同工啊 Space Needle是差不多的 而且它还有很多的船啊什么的 真的是跟西雅图相当的像 它这边的人很喜欢出海 或者是就是就是这些游艇 都是他们就是存放在这里面的吧 然后您看他们的那个汽车越野车 后面都有一个能够拖住这个游艇的那么一个装置 就是他们很喜欢户外的活动 像我现在在Homestay的这个男主人就是 他几乎每星期都要做 他就是出海去钓鱼 海钓 钓海鱼 对 对 是去做海钓 而且他们那个参加了两个不同的俱乐部 就是很喜欢去海上啊 去户外去活动 这是他们非常热衷的事情 然后他钓来的鱼叫Snapper 然后那个好像叫鱛鱼 就是在中文中 很好 非常新鲜 然后他回来可能他就用cheese 或者是柠檬啊什么 就是那个煎一下 就是很好吃 那个刺也不多 肉质非常的鲜美 很好 新鲜美味 是的 所以到了新西兰 到了奥克兰 你的感觉是跟国内 就是你原来住的地方 有什么很大的不同吗 也告诉我们 你原来住在哪里 原来我是从北京过来 然后我住的地方 等于说 就是在 也算是市中心吧 但是家里的房子很小很小 就是我们一家三口 我先生我女儿和我 就挤在一个 很小的一个房子 就是apartment里面 差不多就是不到40平方米吧 那样子 而虽然说交通比较便利 就是孩子上学也方便 然后先生去工作也方便 但是北京的空气 我真的是不敢恭维 就是奥克兰这边 你每天看它的那个空气指数 都只有十一十二 或者最多就十四这样子 但是在北京 像这种时候是太少了 一般都是要差不多 五六十那算是好的 一般都一二百 或者甚至有的时候 极端情况下能达到五百这样子 那空气污染是相当严重的 到这边就觉得 哎呀空气太新鲜了 这个蓝天白云的感觉 实在是非常的好 这样 即使它下雨 那个雨水都是干净的 就是很少有人打伞 如果雨不是很大的话 如果只是那种震雨小雨 那人家都不要打伞的 因为那个雨水是很干净的 是是不怕有酸雨啊 什么就带辐射尘啊什么的 对没有没有 这边的食品也非常安全 就是举个例子 我以前在国内 我是不能喝牛奶的 喝牛奶我的肠胃就会不适 当时我就是感觉 原来我是不能够喝牛奶的 我有乳糖不耐受 这是我自己判断的 我有这个问题 那么我就不喝牛奶了 后来到了新西兰以后呢 这边的牛奶很多嘛 然后Homestay给你提供的早餐 也是牛奶面包 那么我也没有其他选择 我就喝牛奶吧 我一喝这边的牛奶 我一点反应都没有 就是感觉非常好 就是身体就对它一点也没有过敏啊 或者什么都没有 哦原来我才知道 我没有这个乳糖不耐受的问题 原来是牛奶的问题 这边的牛奶是特别特别的好 非常新鲜 而且它里面没有任何添加 非常自然健康的食品 那我就有一点好奇的想请教您 在他们的超市里头有没有 比方说巧克力奶啊 或者什么草莓牛奶啊 什么这种就加了味道的呢 有的 有的 有巧克力奶 它都是安家就是Anker 就是他们最有名的那个 然后有巧克力奶 它也有燕麦奶 不同味道的奶也有 但是我一般我只是喝纯牛奶 所以就是他们添加的东西以后 也是一样你可以接受的 可以可以 没有问题 我女儿她会喝 她会喝这个巧克力奶 也是非常好的 这个 这个是我们就是 前几个星期刚过复活节嘛 说到巧克力就出现了巧克力糖了 是那个复活节有一个party 就是他们把星期全都请过来 吃了一顿饭 然后呢准备有那个复活节彩蛋 然后这个 这个Bunny就是复活节 他们这边特有的吧 复活节兔子 只要过复活节的地方 大概都有这个兔子 也是不过复活节的 我们只见过复活节彩蛋 但是在这边他们就会有这个Bunny 还有这个巧克力的彩蛋什么 很隆重的一个午餐 那天是过得大家都很开心 虽然不会吃很复杂的东西 只有或者烤羊肉那天是 烤羊肉和沙拉 还有那个煮的那个 马铃薯就是这些 所以你说到这个食物 我发现你在给我的照片里头 也有一些食物的 我们来看看 是不是就是那一天的呢 OK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那天 它的种类不会很多 这个好像是 这是烤羊排吧 应该是 对 看起来是烤的 那么在国内也常常吃烤的东西是吗 国内家里肯定不会做了 因为是吃就去外面的餐馆里面吃 然后这边的羊肉也是非常新鲜 对 这个是他们的沙拉 就是有牛油果 黄瓜和小番茄 他们这边的蔬菜 可能就是价格比较高 是吗 对 比肉肉 所以他们的羊肉比较便宜 蔬菜价格比较高 对 蔬菜价格很高 所以吃蔬菜的机会 可能没有吃肉的机会多 这个是 我在这边发现了 它叫Ginger Beer 姜汁啤酒 这以前我在国内是没有听过的 后来我在上课的时候 我上的叫Business Law 商法 这个课里面有一个案例 就是关于姜汁啤酒的 说有一个女士喝姜汁啤酒 但是喝到最后里面有一只蜗牛 然后呢他就去撞告这个 他这个酒吧的这个老板 可是因为酒吧的老板是进货 进的这个姜汁啤酒 并不是他自己生产的 所以呢最后这个责任是要由 这个姜汁啤酒的制造厂商来负责 当时我就听了原来有Ginger Beer 后来有一天在超市我就看到Ginger Beer了 后来我就说买来尝一尝吧 结果真的很好喝 里面有一点有一点点姜味 但是就是汽水 一点酒精都没有 很好喝 是完全没有酒精的Bear是吗 完全没有酒精 就是饮料 其实它就是饮料 然后我也记得我喝过Ginger Beer 好像当时也在怀疑 为什么没有酒精成分要叫做Bear 对它叫姜汁啤酒 其实它不是酒 就是一般的饮料 就是很好喝 然后旁边这个咖啡 它也是这边比较有名的一个 咖啡的 怎么说咖啡店 就在Messie大学里面 就有一家咖啡店 它是做这个咖啡的 我有时候经常去那边去买咖啡 请问您 他们的咖啡店是有连锁的吗 像我们这里的新发客呀什么的 还是说他们都是独立的 有连锁的 在这边我觉得很 让我觉得很奇怪的一个事情 他们什么咖啡好喝呢 当然它的咖啡店非常非常多 就是一条街上有很多家 然后让我奇怪的是 它的加油站 加油站会有咖啡 它有自己的品牌的咖啡 像我经常去一家加油站加油嘛 它叫Z那个加油站 Z加油站呢 有它的咖啡 有它的品牌的咖啡 就叫Z Coffee 那个特别好喝 非常好喝 所以我每次加油 或者不加油的时候 从那边路过 我都要买一杯咖啡喝 所以他们的咖啡 不是有汽油口味吧 但是一点都没有 非常好喝 因为它的牛奶好 牛奶好 那么我经常喝 Latte 然后或者是Flat White 然后它 就是让你感觉 什么咖啡都好喝 所以在这边 我就虽然也有星巴克 但是我就不太去星巴克了 就是觉得没有必要去了 我就喝加油站的咖啡就好了 就我有一次访问一位住在澳大利亚的朋友 他也是说 在澳大利亚你喝星巴克会被别人鄙视的 你怎么喝那么没有品味的咖啡 学习来是不是有类似的状况 还好了吧 然后有时候我跟朋友约 也会约到 那个Starbucks 也会约到星巴克喝咖啡 但是很少 因为大家能喝咖啡的地方太多了 所以不会专门去星巴克去喝咖啡了 好的 那么我们再回到刚才说羊肉 那新西兰的羊是很多的 跟北京的羊肉味道接近吗 不太一样 这边的羊 它都是 它叫Lamb 可能就是 是绵羊 它是羔羊 小羔羊 对 它很好吃 就是 这个肉 没有羊身上的那种味道 不山的 不山 几乎吃不到 吃不出是羊肉 因为它还加了一些 辅料 一些其他的 它 加在里面 一点都吃不出来 这个羊本身的那种山味 而且很嫩 也很容易嚼 如果年龄大的人 不过牙 牙口不够好 还可以吃 可以吃 没有问题 完全没有问题 是的 好的 我们说着说着呢 时间也过得挺快的 一下子就 很快要到我们进广告的时间了 那么我们就先进一段广告 一会儿再接着谈 好的 一会儿接 骗子以假装提供帮助的方式对人们实施诈骗 致使个人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最开始以常规通化的形式提示您的账户存在欺诈行为 但很快 语气变得非常严肃 他们声称您的账户或退休账户资金存在风险 您必须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 这是诈骗 请勿将资金转移或转账至安全账户 凡是让您转移资金的都是骗子 如果您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 您的资金将遭受损失 详情请访问 FTC.gov slash languages slash Chinese COVID抗疫工作现已进入全新阶段 我们知道COVID可能带来长期症状 所以请记住 全面接种疫苗对降低长期COVID和病重风险非常重要 2023至2024年度的疫苗可增强保护对抗新进种病毒 提供我们抵抗病毒所需要的防疫能力 请记住 经常洗手以及在人多的地方佩戴口罩 是我们都可以做到保护自己的简单步骤 请致电1800-525-0127 并按紧自键了解详情 本广告与华盛顿周卫生部合作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 11点到12点的晴淡夜线 今天要求为您请到的嘉宾 Heidi 住在新西兰 那是北京到新西兰的新 也可以说是访客 也可以说是新居民 那么在新西兰已经住了将近一年了 那有一些体验很愿意跟我们分享 我们也非常欢迎 Heidi跟我们分享 那么接下来 Heidi是要分享什么呢 我想刚才她讲到了新西兰的吃 那也讲到了她的上学 那我们接下来请问 Heidi 是不是分享一下您住的地方 您说是homestate 但是大小啊情况怎么样啊 跟这个国内的有什么样的分别呢 我住的这个地方 它在 其实它在奥克兰的叫 suburban area 它叫Albany 然后 但是这个地方是 就是它是一个很 比较高档的一个社区吧 我们住的这个房子 是上下两层的 我和我女儿 每个人有一间卧室 然后我们有我们的bathroom 还有我们的就是 toilet是分开的这样子 然后这边homestate的主人呢 他们有他们的那个 卫生间 有他们的卧室 所以我们相互是不打扰的 这个是我 他们家里养了一只小狗 这小狗叫Alfie 哎呀 它是女主人的宝贝啊 天天抱着这只狗 简直是就当自己的孩子一样 所以他们跟你们是住在一块的 是的 然后他们因为他们homestate嘛 就是 他要每天 为我们做饭 就是晚餐 他们这边好像 不太吃午餐 早餐就是 我就吃一些 面包黄油牛奶 加过酱这样子就就完了 也就是比较简单的 然后午餐是 不提供的 因为他们自己也不太吃午餐 可能也就是吃几块饼干啊 或者是自己 就是或者是 嗯 前一天晚上剩一点什么 他们就会吃吃那些 然后晚餐是最重要的一餐 每天他们晚餐呢会做不同的 有时候也会做spaghetti 然后或者是有牛排 有 很奇怪的是 他们也会吃米饭 米饭 然后真的他们是有那个电饭包 然后蒸了米饭 然后炒一个菜 这样子 听起来很中式 对 他们 因为那个女士 前几天刚跟我讲 其实她小时候 在英国的时候 是不吃米饭的 从来不吃米饭的 因为后来她父亲 因为工作的原因 被长期调去了南非 他们就在南非生活 在那里遇到的这个 这边的这个男主人 这个男主人 她是土生土长的南非人 那么她是吃米饭的 他们南非好像是 一直在吃米饭 无论有什么样的菜 或者是怎么样 吃什么样的晚饭啊 什么都会有米饭的 所以这女主人刚开始 也是不习惯 后来慢慢也能够接受 有米饭来配这些菜啊 配他们哪些西菜啊 什么的 也可以了 所以说起来 不管是你这Homestay的主人 跟这个夫人 他们两位都不是新西兰的人 那么你们母女 也不是新西兰的人 怎么大家都会到了新西兰呢 因为我就听他们 因为经常跟他们聊天嘛 然后他们是当时 他们是应该是2000年的时候 从南非移民来新西兰的 因为当时 好像南非是很不安定的 尤其对孩子的成长来讲 是很不利的 经常会出现一些恶性事件 所以他们就很担心 他们的孩子会受到伤害 这样他们就考虑到移民 后来他们全家就是差不多 尤其是女主人 她父亲和她的那个妹妹 就全都移民来了新西兰 然后来到奥克兰 在这边定居 这边工作 就在这边了 他们也是 他们也说 这个地方是一个很适合居住的 一个城市 那么你们一家三口也是 因为这样子才决定这个城市 或者是这个国家的吗 这个真是一个机缘巧合 然后因为我女儿当时在国内的时候 她是读高中二年级 等于说再过一年多 她就要参加入大学的那个高考了 那可是好像是千军万马 过独木桥的感觉 压力是非常大的 每天只能有五个小时的睡眠时间 而且就是课业的难度也很高 我女儿真是她觉得 她就不可承受了已经 后来正巧我先生 他有一个朋友 然后是做这个留学中介的 有一次是在一起吃饭 谈到这个事情 就是就想到了 能不能把女儿送出国去 然后我们又在一起吃饭 我女儿说她想学 就是游戏设计这个专业 当时那个agent他就说 新西兰的梅西大学 有这个设计专业 要不然咱们试试新西兰 我们说没有问题啊 后来就按照程序 就一点一点往下走 就是进行的很顺利进展的 他们差不多半年以后吧 我们就来到新西兰了 就是这样 结果我先生是送我们两个来的 他把我们送到这里 然后在这边和我们一起 在奥克兰就是游览了几天 七天吧 然后他就回国了 所以他就是不管是你们还是他都觉得 选择很好 很好 很满意 对都觉得当时的这个选择是非常正确的 那么后来你们在就是在梅西大学 这个是不是梅西大学的附近 对对对 是的梅西大学 那现在女儿还在高中的年纪 就已经可以去大学上课了吗 他来他先不读大学 他在读英文 他先补习英文 因为去大学读书 他肯定都是英文授课嘛 像我女儿他的英文程度 就是在国内再怎么学英语 那也是应试的一种英语学习 和日常交流或者是听大学的课程 那还相差很长的一段距离 所以他来了 他先读英文课程 先把英语的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 这样他才可以真正的接受这个高等的教育 那么我知道你也自己也是在学英语 请问你为什么学英语 就是为了要在新西兰生活呢 还是因为你喜欢英语 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呢 我觉得我和英语就真的是 有不解极缘的这个 对这个缘分 因为小时候我的舅舅妈从美国回来 从西雅图回来看我们的时候 带了很多 那是1980年的时候 带了很多特别漂亮的东西 那时候我五岁 我就小小年就就看到 哎呀简直觉得眼花缭乱 我就觉得美国是一个那么好的地方 好像天堂一般 但我知道美国人是说英语的嘛 后来我就想 哎呀我一定要学好英语 以后我也要去美国 所以从很小我就开始 学英语 就真的把英语作为一种爱好 发自内心的喜欢学英语 然后我从来没觉得 学习英语是一种枯燥的事情 我总觉得那是一种乐趣 所以在国内的时候 我就真的从来没有放弃过 永远是在学习英语 而且我找的每一份工作 都和英语有关 或者是给 是在 就是外企 是这个 或者是给那个外国人当秘书啊 什么 给美国人做个秘书 给爱尔兰人做个秘书 然后给印度人做个助理 无论是什么样的英语吧 反正我的工作 永远跟英语有关系 是这样 你提到了爱尔兰人 提到了印度人 然后现在又到了新西兰 那么这些英语都有不同的口音 还有你的这个 Homestate的主人是有英国人 有南非人 所以这么多不同的口音 那对你来说是很容易克服的吗 其实我自己最喜欢的是American English 就要是 每每音是我最喜欢的 我就是听它就觉得像听音乐一样 就感觉到心情很愉悦 然后后来因为工作关系嘛 后来听爱尔兰英语也还好啦 能够就是稍微适应一段时间 也可以听懂 就是印度英语会 因为它的口音是很重的 印度英语 它口音很奇怪 而且需要较长的一段时间来适应 也还好了 后来慢慢也听得不错了 后来现在来到这个新西兰以后呢 他们的这些就是Homestate 他们的英语 虽然是英国英语吧 但其实很标准 我觉得就听起来接受起来 没有什么问题 那么你在学校学习英语的话 老师是什么口音呢 现在我在读一个叫NCCL Level 5 这么一个课程 就是新西兰这边的英语等级课程 然后老师呢 他是来自土耳其的 他是土耳其人 但是他也是喜欢学语言 然后学了他什么西班牙语 或者法语德语什么他都在学 他英语当然是最好的 所以他在这个班他教英语 然后他的那个发音呢 是很容易接受的 有一些美音 有一些音是音音 混合在一起 就是很容易听懂的 那么平时在 不管是在马路上 在商店里 或者是跟邻居的交往 他们的口音又是如何呢 口音他们这边有 他当地的 Kiwi的口音会比较重 Kiwi他们 因为Homestay 他们有一对朋友 一对夫妻 是local 就是当地的当地人 有一次来家里吃饭 我们一起吃饭 我听他们的口音 就有一些 不是特别容易理解 可能写下来 我就我会知道 但是他说的时候 就会让我感觉到 不是特别能听懂他们 没有那么连贯 能听懂他们说什么 所以他们自己的母语 也不是英语 我说Kiwi 这是他们的当地人 对不对 土著 这边的毛利人 很多毛利人 而且就是他们这边的 比如说任何的标牌 标识 上面毛利文 永远排在上面 英语在下面 因为他是尊重毛利文化 尊重这边土著人的文化 所以其实我做公共汽车 他们在报这个车站的 占名的时候 先报的是毛利文的占名 然后才是英文的 我记得你刚刚也曾经提到说 在新西兰感觉不到 种族歧视 感觉不到各种的歧视 那么这个独尊毛利人 算不算是一种歧视 他们就是 好像毛利人在这边 他们 因为他们是当地人嘛 然后后来是在 18 或者17 多少年 我都忘记了 我当时学过 在学这个 Business Law的时候 学过他们的 有一段历史 就是 是英国人到这边 和他们签订了一个 叫做 怀唐仪法案 叫做 Waitani Treaty of Waitani 好像是这个法案 所以就是 把这边的毛利人 就是 从他们手中 把这个土地啊 还有一些 他们的那些资产什么的 全都归为己有了 但是可能毛利人 也在不断争取 他们的权益 这样 慢慢 毛利人在这边 还是很受尊重的 这边的 白人也好 政府也好 对毛利人是 怎么说呢 不太 不太能够得罪他们 因为会 可能会惹上 很大的麻烦 我听到过 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 在 什么叫做文明 要看 强势的人 对待弱势的人的 态度的方式 是怎么样 那么 看起来 白种人 一开始 其实是强势的 但是他们 采取了一个 非常尊重 比较弱势的 当地的土著的 这个方式 所以才能够 有现在的 这么 尊重 毛利人 而且 整个 新西兰这个国家里面 没有 种族歧视的 这个 问题 所以我觉得 真的是相当的 相当的难 这边 大家真的都是 非常心态平和的 大家相处 这边什么人 都能够看到 有印度人 或者是 阿拉伯人 或者就是 不同肤色 不同人种 大家都是 和平共处的 就是没有说 谁看不起 谁 或者是 有什么 种族歧视 这些都 都没有 大家是相互 很尊重的 让你觉得 在这边待着 心情是很舒畅 那么在 他们的政府 公职人员 尤其是要 民选的 公职人员 那么 请问你有没有 注意到 他们的 种族的这种 分 就是怎么说 他们的这个 比例 大概是多少 有没有 每一个种族 都有人代表 议会里边 应该毛利人 是有的 有 然后其他 因为我在这边 我不太看电视 我看的很少 所以那个 我只是有时候 他们吃饭的时候 会看一些新闻 什么的 这样 但是 据我所了解 他们议会里边 好像那个 怎么说呢 现在就是 去年年底 新当选了 这个总理 可能他 就是说 会采取一些 好像是工党的吧 或者是 他可能要 要采取一些 比较 亲民的一些 政策 就是能够保证 各个族群的 权益 那么您刚刚也提到了 就是 他们的 不管是 种族方面 或者是 饮食方面 我觉得跟 还有他们的文化 是不是您觉得 都是西方文化 新西兰跟美国 是不是 接近 还是不同呢 他是 我觉得是融合的文化 是 全面 他也不完全是 西方的文化 就是没有那么突出 没有说哪一个文化 是那样突出 我觉得就是一种 大家都融合在一起 彼此尊重 然后就是 求同存异吧 这样一种 相处方式 那么您认为 您会在 新西兰再待多久呢 是不是到了 女儿学成了以后 就会离开 回国 还是会选择 或者是倾向于 选择 长期留下来呢 我是 当然我 从我本人来讲 我是希望 我能长期留下来 因为这边确实是 让人感觉到 生活起来 很舒适 然后 从人文环境 到自然环境 都给人一种 很放松的感觉 它这个和在国内 是完全不一样的 然后 如果有可能 我是希望能够 长期留在这边的 就是看机会了 好像您的那个 我好像听不到 您的声音 抱歉 抱歉 那就是说 我们也应该 休息一下 进广告了 不好意思 我们广告之后 再接受谈 好的 西雅图中文电台 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曾经听到过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 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 或者微信平台上 读到过我们的报道 如果您参加过 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 或者其他活动 请您支持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 是由非盈利组织 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 多年来 义务为西雅图 以及全球的华人 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 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 捐款的PayPal账号是 scbaceattle at gmail.com 捐款电话 206-619-8698 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 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 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 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 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 广告热线 206-619-8698 206-619-8698 或者发email到 crsradio at gmail.com 各位听众朋友 欢迎回来 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现在为您进行的是 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 今天亚秋请到的嘉宾 是来自新西兰的Heidi 她在新西兰居住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觉得跟她原来住的北京 有很大的分别 那么在前两段的节目当中 我们也提到了很多 我可以说是 十一住行 但是其实有一个没有提到的是行 因为我觉得行是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人就是民生问题 尤其是刚刚也提到了 在北京交通非常的方便 那么在新西兰呢 我想交通不会有北京那么方便 所以您觉得新西兰的行 给你的印象是如何呢 就是在来之前 我就听说到新西兰一定要开车 如果没有车 就像没有脚没有腿一样 后来来到这里 我确实有这个感受是相当深的 后来来了以后没有多久 我就开始找教练 你叫我这边的开车 因为这边它与北京不同的是 也与美国不相同的是 这个驾驶是坐在车的右边 从这个图上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方向盘的位置 是离左边挺远的 它是靠左行 然后这个驾驶员要坐在车的右边 这和在国内是完全不一样的 然后我就练车 差不多练了十个小时吧 这样子 差不多就可以开了 然后呢 我然后这边大家对这个交通的 怎么说就是路上的规则都非常自觉的去遵守 我几乎没有看到过警察 就是大家开车都很守规矩 而且这边它的一个特点是环岛很多 它这边叫roundabout 就是环岛非常多 那么在环岛你就要注意 一定要让右边的车先过 然后你再过 它环岛有四个出口 然后一定要让右边的车过完了以后 你看不会再影响 或者是右边的车已经很远 不会接近环岛的时候 这样再过 然后大家都很有秩序 而且就是里让行人 里让骑自行车的人 就是很自觉的去遵守这些 也不需要有警察去监督你啊 或者是有那么多摄像头 像北京是到处都是摄像头 到处都是看到警察 经常有罚单产生 这边就不会有这种现象 所以你看到了有人过马路 就不自觉的就停下来 让他先过去 对 也是不自觉的就停下来了 对 就是你就在这边可能受大家的影响 受这边 入境随俗了 对 就是就很主动的去遵守这些交通的这些规则 这样就大家开起车来都很舒服 那么请问您看到过交通事故吗 我目前还没有看到过交通事故 还真的是没有看到过 撞车呀 或者是追尾 这以前在北京是家常便饭的 但是在这里边 在奥克兰没有见过 真的是没有看到过 那么刚刚您也提到自行车 是不是也挺多的 自行车不是很多 自行车可能自行车出行只是一种健身吧 我觉得是他们都 对不是交通工具了 而是贯链的工具 对它不是交通工具了 你看他穿一身这个就是运动装备 然后戴着头盔 然后骑自行车 都是这样子 好像没有人用自行车当作出行的方式 交通工具 没有没有 这个反正据我所知 是没有 但是他们会有人骑滑板车 嗯 滑板车 那就不是骑的 就是站在上头那种 对就站在上面 他们会站在上面 这样 去工作的 办公室也好 或者去我们学校的同学 有这种骑滑板车的 这样子 那我看您这个车是油电两用的这种车 Hybrid 对是丰田的这个Hybrid Prius的样子 是吧 Prius 对就是Prius 它的这个款已经是很旧了 它是2014款的 但是它的公里数 因为这边几乎买新车的人很少 都是买二手车 当时这个Homestay的这个男主人 他叫Craig 他就带着我去买车的地方 那些去看 结果就选中了这个Prius 就是这一款车 因为这款车的空间很大 它又是油电混合 比较省油 而且开起来也很好开这个车 就是驾驶很有 就是很方便 那么请问您 有没有考虑过 为什么在那边买二手车的人多 但是在国内好像是 喜欢买新车的人比较多 是的 在国内就是买新车 或者买 怎么说呢 大家都是买 就是只要经济实力 可以允许的话 都买很高端的那些车 在这边呢 也有奔驰 也有保时捷 也有宝马 我看啊 开这些车的人的 亚洲面孔的比率会比较高 一般人就是开这个日本车 因为他们对好像对车的品牌呀 或者对对车的它是什么级别的车都不是很关心 只要能够代步只要能够开就可以 有的人那个车好像都出就可能碰碰了什么地方 那个车看着都不太像样子了 还在路上开 它也不会去修 就是这样 我记得有人曾经问你买车最看重的是什么 是它的外形啊 它的这个牌子呀 还是它的价钱啊 还是它的可靠的程度啊 什么的 那么对我来说 可靠的程度最重要 不需要经常的去修车 因为修车一来麻烦 二来也贵 对不对 所以您选车的这个 第一重要是什么 第二重要的又是什么呢 我选Prius呢 是因为我刚来的时候没有车 而且坐公共汽车去学校的话 就不太方便要走走很远 后来我们当时就经常叫Uber Uber呢就很多司机选的全部是Prius 哎我就这样我才了解到 哦原来Prius这种车很好开 而且它又很省油 那我想我以后我如果买车 我开车的话 那么我也买一辆Prius好了 就这样我决定买Prius 所以如果卖车的人问您说 哎您是怎么样决定的 什么人推荐的 你可能可以说是Uber的Driver Uber的司机推荐 这是真实 真实是这样的 真实情况 那么当然了在 林先生到送你们去的时候 可能还玩了一些地方 那我看到有一些动物园的照片 是不是你们也去动物园玩过 动物园去了 动物园 可是当时不是我先生在的时候 是我今年2月 是我开车带着我的女儿 我们去动物园的 因为到奥克兰来也没有太到景点去玩过 后来我和女儿就决定要不然去奥克兰动物园看一看吧 看看那里怎么样 后来我们就开车去了 差不多二三十公里的样子吧 又半个多小时就到了 那个动物园大吗 其实不是很大 这个动物园 而且动物的种类呢 也不是很多 我看是这个像鹦鹉 鹦鹉对 这个还是像是鹦鹉 也是鹦鹉 是的 那么除了鹦鹉之外 就没有什么其他特别多的动物了 大象 长颈鹿 对还有犀牛 那么这个感觉上跟北京动物园的规模比起来是不是小得多 小小很多 它没有北京动物园那么大 而且这个动物园人也不多 北京动物园简直可能看动物很少 就全部都看人了 对就是人山人海 但是在这边就没有那么多人 我发现他们动物是昏养的 这个长颈鹿的照片里面看到了有鸵鸟 对对对 这边还有斑马是吧 斑马对 就都放在一起了 很多的动物养在一块的 这个也是很奇怪的 在北京动物园是动物全都是分开的 没有放在一起的 像他们这是放在一起的了 所以您觉得他们放在一起的地方是不是很大呢 足够他们这么多不同的动物活动了 是可以的可以 这个空间是足够他们活动互相不干扰的 这个是没有问题 那么您去过的地方不算是很多 如果想让您选择一个下一次要去的地方 您会选哪里呢 大家都推荐是南岛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待的这个奥克兰是北岛 南岛就是Christ Church 然后还有Queenstown 叫皇后镇 那真的是非常美 那边 它冬天 尤其冬天会有雪山啊 有什么 是非常漂亮的 非常值得去看看的 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找到机会 没有找到时间去看 但是就是下一就是在已经开始安排了 就是如果下有机会的话 一定要去南岛看一看 如果没有去南岛就是Christ Church那边 如果没有看羊群 没有看到那个没有去到Queenstown 就好像就没有到真正到新西兰来过一样 就是一种缺憾了 应该去看一看的 对我有一个朋友曾经去新西兰 是从西雅图去的 他就说 新西兰跟西雅图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 唯一的不同是他们的羊非常多 那么您似乎还没有去到羊非常多的地方 没有 就据说羊比人要多 羊的数量比人口要多 那就像您说这个动物园里头 人的数量比动物多 那这个翻过来是羊的数量比人多 对比人多 是 那么在 在这些好玩 没有那么多人 是您周围现在不算是人很多 人口密度不是很大对吧 不大 就是我从我的窗 就是我的卧室的窗户往外眺望 很少能够看到有行人 很少 有的话可能也是出来 就是带狗散步的那样子的 他不会说一个人去散步啊 或者怎么样 那没有 全部就是开车 很少有人就是看行人在走路 很少 很少看到 那么您在这些平常除了读书之外 还有没有什么娱乐呢 娱乐 我喜欢折纸 我看到您是有这个折纸的图 好的我们来看看主的纸 那您为什么会喜欢折纸呢 就是这个还要从 怎么说就是我 舅舅第一次来 就不是第一次 他是2002年的时候 回到北京的时候 当时就教我们 叠了一个 就是像小星星一样的折纸 后来从那时候开始 我就喜欢这个折纸了 我没事的时候 我就折纸 我是觉得又动手又动脑 是一种乐趣 后来我也受到就是 小丽阿姨的影响 因为小丽阿姨好像 她也很喜欢折纸 然后那个 所以我在到了新西兰 那个在放假的时候 没有什么事情做的时候 我也买了很多折纸 买了书学怎么折 我就觉得 这是一种 很好打发时间的方式吧 也觉得折完了很有收获 对 她是非常喜欢折纸的 而且我记得 她也曾经跟我说 您的舅舅是她的大徒弟 对对对 是的 是的 所以您已经是 这个她的小徒弟了 或者是徒孙了 这个徒弟的徒弟 是 我真的是受 小丽阿姨的影响 要不然以前 没有想到我折纸 后来现在 我就喜欢折纸 就是然后看着书 然后一点一点折 因为她书 怎么说 看那个图 和别人就是面对面的去教你 折纸是不同的 有时候看图会有些 好像有些困惑 就下一步应该怎么折 要自己用心的去想 去琢磨 怎么去折 你真的把它折好了 就很有成就感 那么像图里头的这个盒子 是有人说把手的教的呢 还是你看着这个说明书 这个是我看书折的 哇 这么厉害 还好了 其实看着 好像复杂一些 但是按照它那个步骤来折 也不是很难了这个 这个看起来用好几张不同的纸啊 至少有四个不同的图案 这个要用四张纸 是的 有的要用六张纸 反正不同的 还有 还有 这个可能我没有什么 您能看到吗 可以可以 这个是上面有几只 四只天鹅的 等一下这个 我可以看到 不知道这个 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 可不可以看到 所以我必须把这个停掉 好的 您再给我们看一下 好的 要再 好的 这样子可以看到 就是这个很立体的一个盒子 对 上面有四只小纸鹤 这样子 这是一个 还有纸鹤 对 好的 好的 那么 当然我知道 这就是我看书 学到的 那么这个折纸是一个很 很 怎么说 很好的娱乐 但是也很花脑子 很花眼睛 所以呢 会花眼睛 费脑子 费时间的 有时候 可能我一下午 当时没事的时候 我没有读书的时候 我一下午就在想 在思考 哎呀 看着书 看我这个怎么能折出来呢 这个像书上一样呢 就要不 用不同的方法去试 可能会失败很多次 但是最后成功了那种喜悦 是真是异于言表的 就是用语言化形容的 好的好的 今天非常感谢 哈利远 从新西兰跟我们共享这一段时间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也不能够再跟您多聊了 我们就差不多就要跟各位听众朋友 各位观众朋友说晚安了 我们在这跟您道一声 晚安 要求其实晚安 听众朋友们晚安 好的 谢谢您 谢谢您 谢谢 好的 晚安